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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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透過減少垃圾去重新認識你自己 你到底每天都在過什麼樣的生活 哈囉 我昨天有問要買苦茶友 我早上瓶子剛消耗了 我會先問他們有沒有炸油 因為他們要保存的關係會裝在瓶子裡面 裝滿 對 裝滿 週末一早上街採賣 她是41歲的呂佳玲 是一名環保生活實踐者 發現了嗎 她所有裝東西的器皿可都是有挑過的 使用透明罐拿捏自己的需求量 這正是她的零浪費生活之道 好 這樣 這個塑膠袋我就是會請她拿掉 然後她一定會再重複使用 我自己買菜要多久啊 不只啊 四年 四年了 所以我們已經很有默契了 不上超市改到傳統市場 挑選友善農食的店家 買的是沒有層層包裝的蔬果 自備購物袋卻不拿任何塑膠袋 不用一次性容器 就連買洗面乳也是用玻璃瓶裝回家 我是在網路上面看到有人在分享自備餐具 買早餐 從以前我們家隔壁就是早餐店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塑膠袋啊 就是反正全部你想得到的垃圾 我們就把它拿回家 然後一餐我們的垃圾桶就滿了 然後剛好就那一天我看到 然後我想說喔可以這樣喔 好 那我也是學看看 然後就覺得很好玩 就開始了 就是我一定會拿一個容器 然後把我切下來的生厨魚放進去裡面 就是我一定會堆肥 然後雞蛋殼的話 我都會另外再蒐集 然後把它曬乾打成粉 給鄰居媽媽去種東西她很喜歡 這全部都是蛋殼粉 將做菜剩下的生鮮廚魚 跟廢棄蛋殼都保留下來 對冰箱裡的食材掌握得一清二楚 以免重複購買 對她而言有計畫的消費 就是邁向零廢棄生活的關鍵一步 塑膠袋其實很多啦 所以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不一定說喔 完全都不要用 然後這些袋子就是 其實不是我產生的 可能朋友拿東西來給你啊 然後可能沒有拿回去啊 我就把它留著 然後我稍微記一下我有什麼 我就會寫在這裡 我就寫我們買什麼 我就不會忘記 然後這樣也可以減少開冰箱的機率 高麗菜乘一 然後玉米粉 一開始會覺得一直碰壁 因為你要去找可以讓你自備容器的店家 然後你要去尋找對的食物 就是你想要買的 然後又減少包裝 對土地友善的 所以一開始會覺得很難找 一旦後來找到了 你就會一直都是去這些店 買東西也變得比較計畫性一點 我一開始是為了 我想要趕快去適應這樣子的方式 我會比較後聯盟的拿著那些東西到處去買 但是你買了之後 然後習慣之後 其實吃還是一樣這樣正常才吃 就是少了垃圾 其實呂嘉玲原本是一名購物狂 她從2016年開始決心展開零廢氣之路 之後先生蕭俊彥也一起加入 夫妻兩人實行這種生活模式至今四年多 盡力要把日子過得簡單 不只當一名不速之客 也減少垃圾量降低慾望 現在的他們不用買垃圾袋 也不用追垃圾車 採訪這一天 我們從上午9點跟拍到下午4點 7個小時內 他們完全沒有垃圾產生 根據環保署最新統計資料 去年2019年 台灣平均每人每日的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是1.139公斤 不過您能想像嗎 這一罐是呂嘉玲跟先生蕭俊彥 他們在去年的時候曾經蒐集的月垃圾量 只有大約150億公克 現在的應該量又更少了 對啊 因為現在沒有這個電池的 因為現在是用重複充電的 然後這個膠囊我現在會拿去堆粉 現代生活 塑膠製品 商品包裝無所不在 每日產生的垃圾數量相當可觀 環保署統計的一般廢棄物 指的是一般垃圾 巨大垃圾 資源垃圾跟廚餘等等 光是2019年全台就產生981萬公噸 不過呂嘉玲跟蕭俊彥 他們收集過自家的垃圾量 最少紀錄兩個人7隻貓 每個月只有104公克 一百多克 大家可能沒辦法想像 就是你拿起你的手機 的那個差不多那個重量 以前產生的垃圾 我是沒有算過欸 可是光想像就很可怕了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應該不只他覺得我走火入魔 應該每個人都覺得我走火入魔 很多人形容做環保的 就是磨刃之類的 因為什麼都不能用 看到我們就是 全部的東西都要趕快收起來 然後藏起來 其實沒那麼恐怖 想辦法從源頭避免產生垃圾 不能免除的就再度利用 不過要捨棄便利性 改變常年習慣容易嗎 我跟我先生的衣服 就只有現在這一些 整理了大概十幾二十個箱子起來了 就捐掉 改變習慣一定會有些衝擊 肯定會是痛苦的 可是挨過就可以了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不方便 可能對某些人會覺得非常非常困難 可是如果你找到方法的話 我覺得會變得很輕鬆 環保的部分 可能沒辦法馬上就看到成效 但是可以在你生活上 你可能會覺得 花費變少了 東西變整齊了 就是整個生活就會變得很簡單 讓一圈這對夫妻檔的住家 給貓咪使用的貓紗 是環保可分解的木屑紗 能跟廚餘一起堆肥 家中的清潔劑則是用果皮製成 而洗手間內更是一張衛生紙都看不到 用紗布巾 然後因為我們是用免製馬桶 所以就不需要用到衛生紙 目前為止 我覺得應該三年以上沒有買衛生紙了 廁所內幾乎沒有消耗性的個人用品 用手巾取代衛生紙 以月亮杯跟布固墊替代衛生棉 信箱貼上謝絕傳單 以免浪費紙張 而呂嘉玲跟蕭俊彥經營的環保貓旅館 則成為許多零廢氣同好的環保據點 送羅來自各方的貓紗筒 重複再使用 他們更替同好們向廠商訂購牛奶醬油等等 用玻璃瓶罐裝好減少垃圾產生 在這裡也能互換二手物品 成為善待環境好的循環 應該一個多月有了吧 你才買 你才參加一個多月了 對 我自己是還不多 就是盡量帶環保餐具這些這樣子 盡量從小地方做起 那參與他們之後覺得呢 就覺得說這個理念 是對大家之後都是好的 所以也會想要繼續購買像這樣子的商品 今年三月到七月就減少了1136個通資 沒有減少它就會產生這麼多 牛奶瓶已經兩年多減少了982個 每天都會看到很多環保事情在我們店裡一直在流動 消費行為改變了 透過例行環保也間接能節省開支 呂嘉玲計算 現在不用購買生理用品 少買了衣服鞋子 減少外食飲料等等 一年至少能省下10萬元 呂嘉玲跟先生更創辦了零廢氣教會 與近百名同客一起貫徹友善環境 降低對地球的危害 當一個有意識的生活者 不要當一個無意識的消費者 我覺得有時候談環境議題會變得很嚴肅 這要看每個人有沒有那個意識 你可以去體驗 然後先不用帶任何的批判去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透過減少垃圾去重新認識你自己 你到底每天都在過什麼樣的生活 目的就是影響更多人 可以去做一些 雖然你不是馬上立即可以看到 但是相信如果一個人 帶著一百個裡面 帶一個人進來做 其實就算是很大的功夫 丁廢氣生活行不行 呂嘉玲與蕭俊彥這對夫妻黨 身體力行 把自己跟生活型態極簡化 用不浪費珍惜資源的態度 開啟一場生活新革命 更期盼零廢氣行動能向外蔓延 拉高民眾環保意識 只要每人善計一點力量 以我居住的地球就能有所改變